浙江队将再赢一败 这部阿迪江祭出了新的绝杀生死服 虽然这两支球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但对于阿迪江来说 宁波队现在是典型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最坏的结果就是他们再度回到全联盟的倒数第一 这也就是说 如今的他们显然就完全放开了心理包袱 不管与哪支强队正面遭遇 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那就是重现亮剑精神 并与对手血战到底 这部阿迪江为了帮助宁波队重新启示 就要用生死服 这个绝杀成功掰断金流的鸡脚 可他们真能击败浙江队吗 在篮球地看来 阿迪江会让袁振良与马欣欣这两名大哥盯防于家豪 不能让他轻易就能够突入几方的篮下 同时还要阻断他与外线的连线 阿尔斯兰需要缠斗无钱 不论无钱跑到何位 他都需要如影随形 如果让无钱这个点彻底打开了的话 那宁波队逆袭的希望也将变得更加渺茫 多森就需要特殊照顾盖利与琼斯这两个点 如果可能的话就需要将他们的竞技状态彻底压制下去 让他们的投篮手感始终处在离线状态 马勇 王俊杰 赵建树与罗凯文等球员就需要严防死守其他的球员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怎么让浙江队难受他们就怎么安排防守战术 如果让他们找到自己打球的节奏 那难受的必然就是宁波队 要知道不论是从火力输出点方面来说 还是从阵容深度方面来讲 宁波队显然都与浙江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更别说浙江队如今的战力还全面反超了第一阶段 这也就是说王世龙他们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爆发出更加强劲的战力 如果阿迪江他们依旧想要创造逆袭壮举 除了需要全力压制住浙江队的爆发点之外 还需要他们能够再度突破自我的新极限 而且对于阿迪江来说 不论是哪一场比赛都是他们魔力的良机 只有经过大量赛事的持续洗礼 在现有的这些球员之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名顶级球员 宁波队也需要这样球员的加持 但机会对于每名年轻球员来说显然都是对等的 阿迪江也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出场机会与球权 因为他也想看看 究竟谁才能够成为宁波队在未来的新大腿 至于外援 就像篮球弟此前讲的那样 他们最多也只是加分项 他们还不能成为宁波队真正的底蕴 这也就是说 如果宁波队想要崛起 他们能够依靠的也只有队内的青年球员 但自从阿迪江执掌了宁波队的率印之后 他就把这里当做了自己东山再起的宝地 毕竟郭世强只用了两个赛季就帮助广州队彻底摘掉了云南球队的帽子 既然他都能够做到 那阿迪江没有理由会做不到 只要他将宁波队带进了季后赛 那网上对于他执教能力的质疑显然也会戛然而止 这不就在上个窗口期宁波队显然就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与汗水 这也就让他们的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既然他们的根基已经彻底夯实 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也就拥有了白尺干头更进一步的可能 这也是管理层最希望看到的